接下来还有哪些宝室的东西呢 佩佩帮大家收集到 这个可以走梦幻贵族公主路线 接下来请大家看到的是这个部分 那大家可以光看他们家的包装 就觉得好漂亮哦 有没有 根本就是公主嘛 根本就是小贵族的感觉 那他们家其实呢也很讲究 就是洗完之后一定要让 也要像公主或是贵族那样 就是很高级的感觉 你看马鞭草 马鞭草在以前古罗马的时期啊 是古代的战士他们出征的时候 那会佩戴在身上的马鞭草 带来幸运 那战士的妻子们在家里 也会摆马鞭草 希望也是带来幸运 希望他们的丈夫回来的时候 是平平安安的 那这个呢 它其实里面有加入一些就是 那个 那叫什么东西 芦荟的成分在里面 也比较保湿一点点 另外呢像这个香草的蜜糖 那打开来也很香很香哦 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太甜了 好可爱哦 那洗完之后肌肤也会像就蛋糕奶油一样滑滑的 那这个里面有加胡桃油啊 或者是一些保湿的成分在里面 是比较修护性的油脂成分 所以洗完也都是保湿的感觉 好 这是樱花的 然后这个是花果附盆子 里面有加了一些很多植物的一些 那个修护成分在里面 所以也是走保湿路线 好的 那除了这些保湿的东西之外 最后呢佩佩帮大家收集到的 还有哪些好玩的洗澡东西 让大家在洗澡的时候也可以达到保湿 而且又兼顾好玩的效果呢 首先先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洗髮精 牛棒洗髮精 没听过吧 大家都有听过奇异果啊 或者是草莓啊 或者是各式各样不同的香味 这个是牛棒的洗髮精 牛棒的耶 因为它有萃取一些牛棒精华 大家知道牛棒啊其实对人体还蛮好的 就泥沙里面还加入鼠尾草 这个还蛮特别的 这是我去逛新门丁擦品116的时候看到的 那他们的柜上有好多好多环游世界地图 不同国家地图的沐浴乳 那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好像比较少看到了 比较可惜 可是他们家光是沐浴就有分好多好多种 比如说有维他命系列的 然后或者是像这种有各式各样植物兴华的 那他们家其实是意大利的一个品牌 所以还蛮多各式各样不同在他们意大利的实验社里面研发出来 会有保养成分的一些沐浴商品 比如说这个是香草沐浴乳 它里面就有加维他命哦 还蛮好玩的 就让你的肌肤也可以吸收一下维他命 比较健康 那这个是奇异果的 这个是人参的 人参大家没有看到 在韩国各式各样不同的大小疾病 大家都会吃人参 所以大家知道人参的养分是多高 好 居然有人参的沐浴乳 没想到意大利人也吃这一套 好的 接下来呢 如果你的肌肤在冬天有冬季养 比较容易过敏的话 大家可以用出生婴儿的泡泡浴或者是洗澡的东西 这样子会比较不那么刺激 甚至有孕妇或者是旌旗的妇女所使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有的女生身上会有一些异味 你靠近她的时候会有一些异味 这也不是他们故意的 可能本来就是 因为你知道总是要做好一些保养 那那个女生经期来的时候 很容易滋生细菌或者是怀孕当中的妇女 很容易身上会有一些味道 所以这个是专门给经期或是孕妇专用的沐浴乳 让大家抗菌 然后同时也可以消除异味哦 所以如果女生啊 希望自己身上从头到脚 保湿日盛到私密的地方 都能够就是也是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细菌的话 那可以用比较抗菌的 或者是消除异味的 那来保护自己哦 好的 以上这些东西提供给大家 那佩佩呢会挑一些商品来做有奖问答 最近有奖问答已经结束了耶 那很多人都到我们的网站上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玩得愉快 有得到一些赠品 那最近佩佩还会再做一波的有奖问答 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礼物哦 好的 提供给大家 下次见 拜拜